坦南永康區東橋一路的自行車道 限高兩公尺 白色瓷磚上面寫著 天堂入口四個字 我是看到那也是都是騎腳踏車 但是我們機車騎士就貪圖方便 就直接從那邊騎上來 應該是被取締者 有一種報復心態 所以才會有那種所謂的 塗鴉的那種狀況 狂高的自行車道為什麼要寫天堂入口 有民眾猜測可能是因為這個車道 進行機車 經過入口就明顯的標示 但是很多騎士視若無睹 為了省時間的後果就是 同一個時間有六臺機車騎士 被園警攔下來 這下子荷包要吃血 園警可以開出六百到一千八百元的罰還 天堂入口這個字看起來很諷刺 不過開罰是小 像是這個位在永康高速公路下的寒洞 限高一點八公尺 機車騎士才剛剛騎出去 就有汗量大貨車撞上 騎士說儘管他已經放慢速度 但是視線從暗道量的落差太大 讓他來不及注意有大貨車開過來 還有像是高雄人物巴德西路的這個寒洞 有箱形車頂載著腳踏車 一開下去就直接卡住 而鋼山鋼燕路的這個寒洞限高二點二公尺 外地人不熟路況也很危險 交通局只能夠盡量把線高標誌做得明顯一點 讓駕駛人注意 否則寒洞入口恐怕真的會變成天堂入口 三連續網上有林鄭河和鄭鳳 台南高雄綜合報導